吴二本坐进房门,就揭开门帘一个缝,偷望外瞧,只见陶三移走到堂屋中间,醉熏熏的一脸酒气,把上手小金子的门帘往上一摔,有五六尺高,大踏步进去了。 小金子屋里先来的那个客,用袖子蒙着脸,呲溜的一声跑出去了,张大脚跟了进去。 陶三问,两个王八糕子呢?张大脚说,哎哟,三爷请坐,就来,就来。 张大脚连忙跑过来说,哎哟,你二位别吱声,这陶三爷是历城县里的都头,在本县红得了不得,本官面前说一不二的,没人惹得起他。 你二位可别怪,叫他们子儿俩赶快过去吧。 许亮说,咱老子可不怕他,他敢怎么样咱? 说着,小金子小银子早过去了。 乌尔听呢,心中捏一把汗,自己借据在他手里,如何是好。 只听那边屋里,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说, 小金子,爷赏你一把银子。 小银子呀,爷爷赏你一把银子。 听他二人说,谢三爷的赏,又听陶三说, 不用谢,这都是今儿晚上我几个孙子孝敬我的, 共孝敬了三千多银子呢。 我那五二孙子还有一张笔句在爷爷手里, 许大孙子做的中宝,明天到晚不还, 看爷爷要他们命不要。 这许大却想五二道,哼,这东西实在可恶, 然听说他武艺很高,手底下能开发五六十人呢, 我们这口闷气咽得下去吗? 五二说,哎哟,气还是小事, 明儿这一千两银子比具怎好呢? 许大说,哼,我家最有银子, 只是派人去,至少也得三天, 可原水救不着近火。 又听陶三嚷道, 你们姐俩都伺候三爷, 不许到别人屋里去, 动一动,叫你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 小金子道, 哟,不瞒三爷说, 我们俩今儿都有客。 只听陶三爷把桌子一拍, 茶碗一摔, 咣当家一声响说, 放狗屁, 三爷的人谁敢猪, 问他有脑袋没有, 谁敢在老虎头上打苍蝇。 三爷有的是孙子们孝敬的银子, 预备打死一两个花几千银子就完事了, 放你去, 你去问问那两个孙子敢来不敢来。 小金子连忙跑过来, 把银票给许大看, 正是许大叔的银票, 看着更绝难看。 小银子也过来, 滴滴地说道, 大爷, 二爷, 你两位多宝区, 让我们今儿俩得二百银子, 我们长这么大, 还没有见过整百的银子呢, 你们二位都没有银子了, 让我们挣二百银子, 明儿买酒请你们两位。 许大气急了, 说滚你的吧。 小金子道, 哟, 大爷别气, 您多抱屈, 您二位就在我趟上歪一宿, 明天他走了, 大爷到我屋里赶热被窝去, 妹妹, 来陪二爷好不好。 许大连连说道, 滚吧滚吧。 小金子出了房门, 嘴里还嘟弄着, 没有了银子还做大爷呢, 不害得丧。 许大气白了脸, 呆呆地坐着, 歇了一刻, 扯过吴二来说, 兄弟, 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议, 我们都是七颗线人, 跑到这省里来, 受他们这种气, 真受不住。 我不想活了, 你想, 你那一千银子还不出来, 明儿被他拉到衙门里去, 官儿见不着, 私刑就断送了你的命呢, 不如我们出去找两把刀子进来, 把他剁了, 也不过是个死, 你看好不好。 吴二正在沉吟, 只听对方逃三嚷道, 吴二那个小子是齐和县里犯了案, 逃得出来了个逃凶, 爷爷明儿把他解到齐和县去, 看他活得成活不成。 徐大那小子是个帮凶, 谁不知道的, 两个人一路逃得来的凶犯。 徐大站起来就要走, 吴二浪子扯住道, 哎, 哎, 我倒有个法子, 只是, 你得对天起个事, 我才能告诉你。 徐大道, 哎, 你瞧, 你多酸呀, 你倘若有好法子, 我们弄死了他, 出一是我出的, 倘若犯了案, 我是个正凶, 你还是个帮凶呢, 难道我还跟你过不去吗? 吴二想了想, 李禄倒不错, 加之明天一千银子, 一定要出乱子, 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便说道, 哎, 我的亲哥, 我有一种药水, 给人吃了, 脸上不发青紫, 随你神仙也咽不出毒来。 徐亮诧意道, 我, 我不信, 真有这么好的事吗? 吴二道, 嘿, 谁还骗你呢? 徐亮道, 在, 在哪里买, 我快买去。 吴二道, 哎, 没处买, 是我今年七月里, 在泰山蛙子里, 打从一个山里人家得来的, 只是, 我给你, 千万可别连累了我。 徐亮道, 嘿, 这个容易, 随即拿了张纸来写道, 徐某与陶某怯气起义, 将陶某害死, 知道吴某有得来上好药水, 人吃了立刻致命, 再三央求吴某分给若干, 此案与吴某毫不干涉, 写完交给吴二说, 倘若犯了案, 你有这个凭据, 就与你无干了。 吴二看了, 觉得甚为妥当, 许亮说, 试不疑迟, 你要水在哪里呢, 我同你取去。 吴二说, 嘿嘿, 就在我枕头匣子里, 存着它这里呢。 就到炕里边, 取出个小皮箱来, 开了锁, 拿出个瓷瓶子来, 口上用蜡封好了的。 许亮问, 你在泰山怎样得的? 我耳朵道, 嘿, 七月里, 我从电台这条西路上的山, 回来, 从东路回来, 竟是小道。 一天晚上, 住了一家子小店, 看它炕上有个死人, 用被窝盖得好好的。 我就问他们, 咱把死人放在炕上。 那老婆子道, 不是死人, 这是我当家的。 前日在山上看见一种草, 香得可爱, 他就踩了一把回来, 泡完水喝, 谁知道一喝, 就仿佛是死了, 我们自然哭得了不得了。 嘿, 活该有救, 这内山石栋里住了一个道人, 叫青龙子, 他那天正从这里走过, 见我们笑, 他来看看说, 你老儿是啥病死的。 我就把草给他看, 他拿去笑了笑说, 这不是毒药, 名叫千日醉, 可以有救的。 我去你替寻点解救药草来吧, 你可看好了身体, 别叫坏了。 我再过四十九天送药来, 一致就好。 算计木下也有二十多天的, 我问他那草还有没有, 他就给了我一把子, 我就带回来熬成水, 弄瓶子装起玩的, 嘿, 今日正好用着了。 许亮道, 啊, 这水灵不灵呢, 倘若要不倒它, 我们就毁了呀, 你实验过没有? 我二道, 嘿, 百发百中的, 我已…… 说到这里, 就溢住了。 许亮问, 哎, 你, 你怎么样, 你试过吗? 我二说, 不是试过, 我已见一家被药的人的样子, 是同死的一般, 若没有青龙子解救, 他早已埋掉了。 二人正在说得高兴, 只见门帘子一接, 进来一个人, 一手抓住了许亮, 一手拿住了吴二说, 好好好, 你们商议茅材害命吗? 一看, 正是陶三, 许亮把药水瓶子紧紧握住, 就挣扎逃走, 怎见陶三力气如牛, 哪里挣扎得动? 吴二九色之徒, 更不必说了。 只见陶三窝起嘴唇, 打了两个呼哨, 外面又进了两三个大汉, 将许吴二人就用绳子付了, 陶三压解着到历城县衙门口来。 陶三进去告知了稿签门上, 传出话来, 今日夜也深了, 暂且交差看惯, 明日乘客过堂, 押到官饭店里。 幸亏许大身边还有几两银子, 拿出来打点了官人, 倒也未曾吃苦。 明日早堂在花厅问案, 是个发审委员, 差人将三人带上堂去, 委员先问原告, 陶三共称, 小人昨夜在土昌张家住宿, 因多带了几百银子, 被这许大吴二两人看见, 起义毛财, 两人商议要害小人性命。 是否小人在窗外出小宫听见, 进去捉住, 牛饼到堂, 求大老爷纠办。 委员问许大吴二, 你二人为何要谋财害命? 许大共, 小的许亮岂何现人? 陶三欺负我二人, 受气不过, 所以伤同害他性命。 吴二说, 他有好药, 百发百中, 已经试过很宁愿的, 小人们正在商议被陶三捉住。 吴二共, 奸生无省肝, 其何现人? 许大被陶三欺负, 施予奸生无肝, 许大决意要杀陶三, 奸生恐闹出事来, 原为缓兵之计, 告诉他有这种药水, 明千日醉, 容易醉倒人的, 并不害性命, 实习曲大起义, 并有笔句在此, 从怀中取出长堂。 委员问许大, 昨日你们商议时, 怎样说的, 从事告知, 本现可以开脱你们。 许大便将昨晚的话, 一字不敢说了一遍。 委员道, 如此说来, 你们也不过气烦话, 那也不能就算谋杀呀。 许大磕头说, 大老爷明鉴, 开恩。 委员又问吴二, 许大所说, 个节是否切实? 吴二说, 一字也不错的。 委员说, 这件事你们很没有大过, 吩咐书吏, 赵路全共。 又问许大, 那瓶药水在哪里呢? 许大从怀中取出城上, 委员打开辣封一闻, 相同蓝色, 微带一分酒气。 大笑说道, 这种毒药谁都愿意吃的, 就交给书吏, 说这药水收好了, 将此二人并全案 分别交接齐和县去。 至此分别二字, 许大便同吴二, 拆开两处了。 当晚, 许亮就拿了药水来见老残, 老残清楚看看, 色如桃花, 味香气浓, 用舌尖细事, 有点微甜, 看到此种毒药怎不令人酒醉呢? 将药水用玻璃漏斗仍灌入瓶内, 交给许亮。 凶器人正俱全, 凶器人正俱全, 却不怕他不认的, 但据他所说的情形, 似乎这十三个人并不是死, 仍有复活的法子, 那青龙子我却知道, 是个隐士, 但行踪无定, 不亦密讯。 你先带着王二回去, 秉之贵上, 这案虽经审定, 不可上详, 我明天就放青龙子去, 如果找着此宫, 能把十三人救活, 岂不更妙? 许亮连连答应着是, 此日, 历程县将吴二浪子 接到齐和县, 许亮同王二两人作证, 自然一堂就驯服了, 暂且收监, 也不上刑具, 静听老残的消息。 却说老残次日雇了一批驴, 拖了一个被搭子, 吃了早饭, 就往泰山东路行去, 忽然想到顺景旁边 有个百命客摊子的, 招牌叫安平子之命, 此人颇有点来历, 不如先去问他一声, 好在出南门必游之路, 一路想着, 早已到了安平子的门首, 牵了驴在板凳上坐下。 彼此叙了几句闲话, 老残就问, 听说先生同青龙子长乡往来, 近来知道他云游何处吗? 安平子道, 哎呀, 你要见他吗? 有啥尸体? 老残便将以上事告知安平子, 安平子说, 哎, 太不巧了, 他昨日在我这里坐了半天, 说今日清晨回山去, 此刻出南门怕还不到十里路呢。 老残说, 哎呦, 这可真不巧了, 只是他回什么山? 安平子道, 安平子道, 礼山玄珠洞, 他去年住陵岩山, 因近来相客见多, 常有到他茅棚里的, 所以他厌烦, 搬到礼山玄珠洞去了。 老残问, 哦, 玄珠洞离此地有几十里? 安平子道, 哎, 我也没去过, 听他说, 大约五十里路不到的, 此去一直向南, 过黄崖嘴子, 向西到白雪屋, 再向南, 就到玄珠洞了。 老残道了, 领教谢谢, 跨上驴子, 出了南门, 由千佛山脚下往东, 转过山坡, 进向南去。 行了二十多里, 有个村庄, 买了点饼吃吃, 打听上玄珠洞的路径, 那庄家老说道, 哦, 此去不远, 大路旁边就是黄崖嘴, 过了黄崖嘴, 往西九里路便是白雪屋, 在南十八里, 便是玄珠洞, 只是, 这路很不好走, 会走的呢, 一路平坦大道, 若不会走, 那可就了不得了, 石头七大八小, 更有无穷的经济, 一辈子也走不到的。 嘿, 不晓得多少人送了性命, 老参笑道, 难不成比唐僧取经还难吗? 庄家老做色道, 也差不多。 老参一想, 人家是好意, 不可减慢了他, 遂恭恭敬敬地道, 老先生, 恕我誓言, 还要请教先生, 怎样走就容易, 怎样走就难, 勿求止事。 庄家老道, 呵呵呵, 这山里的路, 天生成九驱珠似的, 一步一驱, 若一直向前, 必走入荆棘丛了, 却又不许有意走驱路, 有意驱便陷入陷阱, 涌出不来了。 我告诉你个窍诀吧, 你这位先生颇虚心, 我对你讲, 眼前路都是从过去的路生出来的, 你走两步回头看看, 一定不错的。 老参听了连连打坐, 说锦灵指示, 当日拜辞了庄家老, 一说去走, 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 见一老者长须过腹, 进前施了一礼, 口称道长莫非是青龙子吗? 那老者慌忙回礼说, 先生从何处来, 到此何事? 老参便将齐东村的一桩案情说了一遍, 青龙子沉吟了一会儿, 说也是有缘, 且坐下来慢慢地讲。 原来这洞里并无桌椅家具, 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头, 青龙子与老参分宾煮作定, 青龙子道, 这千日醉力量很大, 少吃了便醉一千日才行, 多吃了就不得活了, 只有一种药能解, 名叫反魂香, 出在西越华山太古冰雪中, 也是草木精英所结, 若用此乡将文火慢慢地炙起来, 无论你醉到怎样天地都能复活。 哦, 几月前, 我因泰山傲里一个人醉死, 我亲自到华山找一个故人处, 讨得些来, 幸而还有些子在此, 大约也敷衍够用了。 虽从石壁里取出一个大葫芦来, 那中杂用物件甚多, 也有一个小小瓶子, 不到一寸高, 递给老参。 老参清出来看看, 有点像乳香的样子, 颜色黑暗, 闻了闻, 像似臭芝芝的。 老参问道, 何以色畏惧不甚佳? 青龙子道, 嘿, 救命的物件, 哪有好看好闻的? 老参恭敬令物, 恐有揣措, 又请问如何用法? 青龙子道, 将病人关在仪式内, 必须门窗不透一点封, 将此乡致起, 也分人体至善物, 如善智的, 一点便活, 如善恶的, 只好慢慢搅, 终究也是要活的。 老参道过谢, 沿着原路回去, 走到吃饭的小店前, 天已黑透了, 住得一宿, 清晨回省, 仍不到四拍时分, 随上院将详细情形秉制了庄公宝, 并说明带着家眷, 亲往齐东村去。 公宝说, 宝眷去有何用处? 老参道, 这乡致男人需女人致, 致女人需男人致, 所以非待小妾去不能应手。